我本身那个 我是在2020年 差不多 2020年差不多4月的时候我中风 所以我本身45岁现在 中风的时候 那时候前一个月 我就有手脚麻痹 很多印象 但是也没有去想到会有 糖尿病 高血那些 扁头痛差不多有4-5年了 其实扁头痛一有的话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这扁头很想痛 这扁头就是要中风的现象 所以我们很多 就是吃扁头这样就帅 其实是不可以的 吃扁头只是暂时帮你开一点 所以这扁中 这扁差不多5-6年的时候 一直这样辛苦 差不多2餐点才睡 后来入圆了 很辛苦睡觉了 所以我想到40多岁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都是听到60岁70岁才中风 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真的 45岁的时候到时候就中风 也没想到这样 所以 在头一个月的时候开始手脚麻痹 然后真正要进医院的时候 然后前两天我的眼睛 眼睛一边闷到了 在驾车车 所以刚好我老婆在旁边 我就 嚇到了 比如说 我看不到 开始这边也闷了 其实不是眼睛的方式 是这边阻塞 这边塞到那个里面的 就是 CELLS 开始 呃 損坏了 所以根也开始損坏 所以细胞也开始死 开始死 所以 Vision 就一般滑均 没有关系到眼睛 然后去眼 JACK的时候 看东西都是很滑的 第一件事就是去JACK 喔 使k 院 他说我的眼睛中了 清光眼 所以清光眼 他在这个市集 其实气量已经去到170多了 还有懵懵懵懵懵懵 然后 马上他们就 拿我进去那个里面就是那边 开始放药 都有 动功 200 所以放进去开始通 但是有去到200 200 所以医生到最后慢慢降下来了 他才买那个i-do drug拿掉 然后一天里面吃到10多米 很辛苦 我去toilet小便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生都是很麻烦 toilet ball在这边 我吃在这边小便 所以我的mine已经是全部blog out了 好不得了 所以在那边7天 第6天的时候doctor就叫我进去看 ok跟我检查一下 这个是我的 一年多前的时候 before进医院的时候那样子 现在这样 全部都是喝 好 谢谢 谢谢先生们都好了 之前你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打下去 血跟一定会跑 那时候 要要绕血还是什么 都会发生 所以doctor讲完 要我打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听好了 一辈子的 那个 一直 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打 我最低的那个 那个 糖尿病的减速是5.3 更打insulin了 我也是吃很多饭 你之前你打insulin打几次 三个一只 哦 现在一直都会打 现在一直都会打 所以 所以 水我喝5L以上 啊 5L以上 但一两L没有效果 一定要5L 为什么 一两个L是你脖子 需要办的 所以 他要多余的水去冲 所以 有小便 每一次小便 就是 排毒 你有每一次去大便 就是排毒 不能大便 不能小便 才是最大便 所以 我吃了很多 食药 便秘的 也有很多 但是没有吃了很多 直接 不分别 全部费 然后我们收拾 那些真的太 也去不了 所以 所以 有些很多 但是现在 不可以了 但是 最主要是 6G 6G 才只能看到 以前的 812全部 都拌一下 现在都 放进来 放进来 好 好 好